针对失业国道收费员的诉求 交通部方面表示 会请远通公司在六月底之前完成安置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会依照合约 他本来就希望他要求他在六月底 必须完成所有的安置工作 那如果没有做到 当然就依照合约 他又会变成是一个违约的事项 那就依照合约的机制来处理 不过我们不希望等到那个时候 现在就应该把所有的速度加快 那希望在五月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做法 那我相信他们也知道高工局 现在对于他的要求跟以往的要求 压力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要求他要做出就是 希望收费员来挑工作 而不要他来挑收费员 朝着这大方向来做努力 但是毕竟他是一个民间公司 他有用人的制度 我们希望他能够去突破